如今 中国5G网络覆盖从世事通到信线通 并持续向乡镇、行政村延伸 随着信号升格行动展开 在青藏高原的无人区里也有了5G信号 5月7日 2024年度可可西里藏明羊迁徙已于当日全面开启 首批47只藏明羊穿过109国道 从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附近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 藏明羊迁徙也被誉为全球最壮观的有题类动物大迁徙之一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 是世界自然遗产 也是中国建成的面积最大、海拔最高 野生动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卓乃湖位于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明羊集中迁徙产载的主要地区 卓乃湖素有藏明羊大产房之称 是保护藏明羊的重要观测点、中继点 之前只有保护区南部查日错湖周围五个村落 以及109国道沿线有通信信号覆盖 其他区域均无网络覆盖 2023年5月31日 三江原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卓乃湖 中国移动5G基站开通运行 可可西里腹地有了5G信号 实现了藏明羊产载高清视频回传 5月到7月 你像那个生活在那个西藏的羌堂呀 新疆的阿尔金山、三江原 这些主要的藏理养的生活种群 都会在这个时间段 然后其中间就往那个卓乃湖迁徙传载 保护区的那个巡山队员 也就是会在这个时间段 然后一直在卓乃湖保护站 进行现场职守 包括一些观测监护的一些工作 在那个没有信号覆盖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学生队员是 他们的工作其实是一试隔绝的 那那个通过我们对 卓乃湖保护站这边加装了5G 然后通过5G高频加低频的 这种组网模式 然后也是解决了那个 卓乃湖全区域的一个5G网络覆盖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青海有限公司 格尔木芬公司网络部副经理 王林杰表示 卓乃湖5G基站建设 是中国首次在高海拔 长年8G以上大风 长年冻土地区 采用多跳长距大带宽微波传输 在最大线路降低 对保护区环境影响的前提下 完成5G站点建设 通过建设5G专网 有助于提高保护区管理效能 实现远程实时监控 卓乃湖藏联阳产载等情况 同时 利用5G技术 在可可西里保护区 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生态保护的声音 如今 可可西里卓乃湖保护站 有着整个可可西里无人区 唯一的一座通信机站 现在这个通信机站 已经能够提供5G加4K的信号传输服务 随着保护站开通5G信号 实现了高清视频回传 远在悉宁的三江原国家公园管理局 科研人员 也能通过大屏幕 远程查看卓乃湖的情况 改变了以往单纯依赖 人工巡逻的工作模式 减轻了保护站 巡山队员的工作负担 5G网络的覆盖 对于可可西里无人区而言 不仅是通信技术的一次革新 更是推动生态保护工作 进入智能化 精细化管理的新街 在人机含之的 可可西里无人区 5G网络使得科研人员 和保护人员 无需实地的深入 即可远程监控 藏林羊等野生动物的情况 减少了对生物 栖息地的人为干扰 同时提高了 监测效率和安全性 这对于及时发现 并应对野生动物 面临的威胁至关重要